我和高庵安共識多年 我知道他是一個認真謹慎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因為要貪污的人不會帳戶記得這麼清楚 還記錄到幾元幾元這種記錄 所以我相信他是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所以我也支持他能夠提出證據 為自己的清白奮戰 那麼這一起引起社會關注的案件 檢察官在起訴上還特別註明說 態度不佳要赤頭公權 事實上在去年的選舉期間 特別在偵辦過程 也違反這個多次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來進行醜化高庵安的這種形象 那麼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 他應當是被人民信任 然後也應當要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對於目前像上個月 林志堅市長也因為幸福棒球場案件 被移送監察院 那最近中央政府更為了這個前瞻預算的這種 完工率低啦 特別預算編列 編列浮爛你知道 還有這個最近綠能光電的這種相關的案件 其實更受全國矚目 事實上民進黨也沒有針對這些問題 反而是採取一種迴避的態度 所以我還是支持高庵安 為他的清白繼續奮戰 那麼本案的起訴內容 其實早可預料啦 因為在選舉期間 就已經鋪連蓋地的打擊高慢 我想大家應該對去年在選舉期間的印象 一記猶新 那檢方的起訴內容好有意外 不過是這樣啦 一審的時候法院是公開審理 這時候就要接受這個旁聽 還有整個社會公開的評論 所以我想這個我還是支持高庵安 去全力捍衛自己的清白 也許會有意外的評論